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说说 湖南永州领导和下属殉情案 这个案子当年在2007年的时候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涉及到的当事人 是湖南永州市蔬菜局的 原副局长蒋云 还有他的情夫唐茂林 咱们先从两个人的经历开始说起 这蒋云呢 1958年出生在东安县 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 在那个年代 这绝对算是书香门第了呀 所以呢 家庭教育氛围很好 这蒋云呢 人家自个儿也争气 一路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 各位想想 那个年代大学毕业 就被分配到了东安县某镇的镇政府工作 1984年的时候 蒋云呢 也26岁了 在那个年代26岁啊 已经老大不小了 该结婚了 于是呢 经过别人介绍 就跟县城一个公司的职工姓秦 跟这秦某就结婚了 第二年呢 夫妻俩呢 就生了一儿子 这蒋云和秦某结婚之后 一开始那几年 两口子感情还算是可以 整个家庭氛围呢 还算是挺和睦的 但是啊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这夫妻俩呢 出的时间也长了呀 生活之中 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慢慢的 也就都成了矛盾了 这矛盾是越来越升级 这蒋云和丈夫啊 经常因为这点小事啊 家长里短的 就在那争吵呗 是吧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的 后来蒋云就感觉 这日子过得太苦闷了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九九五年 五月份的时候 蒋云呢 就被调到了东安县 白牙市镇镇政府办公室 去当副主任去了 就在那一年六月份 白牙市镇政府 招来了一位司机师傅 叫唐茂林 到这镇政府开车去了 当时这蒋云呢 已经三十七岁了 但是唐茂林呢 还年轻着呢 二十五岁的大小伙子 因为这公车调度 是归属于办公室管辖的呀 自然而然的 蒋云就成了唐茂林的上司 俩人呢 关系越来越熟 蒋云平时跟丈夫 关系不是不合吗 在言语之间呢 就透露给了唐茂林一些 这唐茂林呢 也挺有眼力见识啊 没事就安慰蒋云呗 蒋云后来呀 就会把家里边的事 受了什么委屈 就都跟唐茂林倾诉 而唐茂林呢 别看年纪不大 但也结婚了 他在家里边 跟他的妻子 关系也挺紧张 夫妻俩也是没事 大吵小吵不断 所以呢 这唐茂林 也会把自己 跟自己媳妇 那点家事 那点矛盾 也都说给蒋云听 渐渐的 这俩人交流越来越深入 互相之间呢 就都有了一种 不一样的情感 蒋云呢 看唐茂林 年轻帅气 这唐茂林看蒋云呢 又有着成熟的风韵 1998年 11月份的一天晚上 蒋云就把唐茂林 约到了家里边 俩人呢 喝点小酒 吃点好菜 酒足饭饱了 就骑着咔嚓了 就突破了最后的底线了 自从有了第一次性关系 这蒋云跟唐茂林呢 可就都上了眼了 一发不可收拾啊 平时上班的时候呢 蒋云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 还刻意的跟唐茂林保持距离 一旦是没有了外人 哎呦 这俩人呢 可疯狂了 在这郊外的小树林里啊 在县城的宾馆里边啊 甚至啊 在这镇政府的那公车的后座上啊 好些个地方 大伙能想到的想不到的 这就都成了他们坦诚相见的场所了 但是你们俩有了这样的关系了 你不能拿人家其他的同事啊 包括双方的家属当傻子呀 1999年的一天 唐茂林的妻子就发现自己丈夫不对劲 于是啊 可就留起心来 仔细的观察丈夫平时的所作所为 还是发现了唐茂林和女上司蒋云的不正当的性关系 这一下给唐茂林的妻子气的呀 跑到镇政府大闹了一场 随后毅然决然的跟唐茂林就离了婚了 这事儿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县城里边 俩人又公职人员 闹得是沸沸扬扬啊 这事儿自然也就传到了蒋云丈夫的耳朵里了 蒋云的丈夫知道之后 哪能受得了这屈辱啊 于是在那年11月份就跟蒋云离了婚了 一段婚外情 让原本挺好的两个家庭 算是彻底破碎了 甭管是蒋云还是唐茂林都遭到了自己家人啊 包括朋友包括外界舆论的指指点点 蒋云呢就因为这段婚外情 他的仕途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001年3月份中旬的时候 上级呢对这蒋云进行考察 原本这蒋云个人工作能力确实挺强啊 就想着提拔他担任更高的职位 不过就在这时候有人不服气啊 人家就举报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啊 当年啊跟他单位的司机俩人就有了那样子的关系 接到举报之后 上级也是十分的重视啊 所以呢这一次提拔也就没提成 还是把这职位给了别人了 2001年8月份的时候 这组织部门呢把这蒋云就调到了县蔬菜局担任副局长 蒋云到了蔬菜局之后 白牙市镇政府就把唐茂林给辞退了 这唐茂林也没工作了 在老家也待不下去了 这不管走到哪儿 别人都戳他的脊梁骨啊 得了吧 我也走吧 就去深圳打工了 唐茂林去了深圳 这蒋云呢也如愿以偿啊 做了这蔬菜局的副局长 照理说 俩人就可以彻底分开了吧 但这蒋云呢 始终是舍不了这唐茂林 他太爱唐茂林了 尤其太痴迷于和唐茂林之间的这两性关系了 就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去深圳跟唐茂林约会 2003年春节之前 蒋云呢 到深圳 把这唐茂林就接回了东安 唐茂林跟蒋云 他也是有感情啊 他也爱蒋云呢 再加上唐茂林心里也不平衡 我为了你 家也没了 工作也没了 就提出来 咱俩结婚吧 蒋云呢 就答应了 后来把这事跟娘家一说 娘家人不同意啊 怎么能干这样子的事呢 当时你跟他在一块啊 现在弄得咱家都没法抬头做人 你怎么现在你还要嫁给他呢 家人一反对 蒋云呢 又犹豫了 这边唐茂林呢 就在那不停的催 什么时候结呀 什么时候领证啊 蒋云也不好直接拒绝 反正就找各种借口啊 就推托 唐茂林见他一回这样 两回这样 后来他也明白了 这摆明了 不想跟我结婚呢 这回啊 唐茂林气着啊 就跟这蒋云说了 为了你 我妻离子散 我爹也跟我断绝来往了 我连工作都丢了 现在我一无所有了 既然你不跟我结婚 我就找别的女人结婚去 这么着唐茂林就离开了蒋云了 唐茂林呢 找了一份工作 他不是会开车吗 开车开的好啊 就当了公交车的司机 然后周围的朋友啊 同事啊 看他也单身 是吧 给他介绍对象吧 介绍了一个女青年姓周 这唐茂林跟小周 很快就同居在一起了 蒋云照理说 你这时候 你不打算跟人唐茂林结婚 你就把关系断了就得了呗 但蒋云知道之后啊 吃醋 心里难受 直接把电话打给小周了 在电话里啊 跟小周说的可不客气啊 把人家这一顿侮辱啊 数落人家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最后还说 我才是唐茂林的老婆 人小周哪儿收得了这个呀 于是就跟唐茂林分了手 这唐茂林呢 跟小周虽然没成 但他也不打算 跟这蒋云联系了 毕竟他也知道没什么结果 就又谈了几个女朋友 嘿 你只要谈女朋友 蒋云就得给人女方打电话 就得搞破坏 这唐茂林心里边彻底绝望了呀 怎么这么一个女人呢 怎么这么霸道呢 哦 说结婚不跟我结 那你不跟我结 我跟别人结 你还不让 我呀 该跟他做个彻底的了断了 2006年9月5号晚上9点 唐茂林来到了蒋云住的别墅里边 蒋云一看唐茂林来了 嘿嘿嘿嘿 终于又到了可以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了 当时他们家呀 还住着他六岁的外甥女儿呢 蒋云当时有点急不可耐了 赶紧的把这外甥女儿在一楼卧室哄着了 哄睡觉了 跟唐茂林到了二楼卧室宽衣解带 是吧 就抱在一起了 等完事以后 据唐茂林说呀 他呢 感觉跟蒋云总是断不干净 就又跟他提了想结婚的事 蒋云叹了口气说 我的命已经够苦了 你怎么还要苦苦逼我呢 真想一死了之 唐茂林一听 要死 咱们就一起死吧 既然生不能做夫妻 就让咱们做一对鬼夫妻吧 说完了 拿起一把小刀朝着手腕上 哗就搁下去了 那血蹭就喷出来了 蒋云看了这一切 觉得唐茂林啊 真是想着跟他共同赴死 这蒋云呢 确实是深爱唐茂林 唐茂林也确实真爱蒋云 蒋云就想着 既然家人不同意 周围人都不同意 得了 我跟他一起死吧 就跟唐茂林说 你啊 拿绳子 勒我的脖子吧 唐茂林 抄起绳子来 勒住了蒋云的脖子 把他就给勒死了 自己呢 也躺在床上 因为手腕不割开了嘛 就等着一块死呗 一直到了第二天凌晨四点 那小外甥女啊 想上厕所 被尿给憋醒了 就喊着 我要尿尿 我要尿尿 姨妈姨妈 就找姨妈蒋云 但找不着 就来到了蒋云的卧室 一进来 看见床上 地板上 哪儿哪儿都是血 哇哇的大哭起来 唐茂林呢 也醒了 听见孩子一哭 当时也不想死了 抓起一个枕头 捂住了孩子的鼻子和嘴 可怜的小女孩啊 可就成了他们这段孽缘的陪葬品了 等这唐茂林彻底苏醒过来之后 已经是上午了 他呢 拿起蒋云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警 赶到现场 把唐茂林送到医院抢救 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 唐茂林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警方一审讯 唐茂林一五一十 全部都坦白了 2007年4月23号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对唐茂林依法提起公诉 2007年6月26号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依法作出判决 判处凶手唐茂林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追究民事赔偿责任 赔偿受害人家属 经济损失8万元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 我是吕鹏 1946年4月6号 上海发生了一起黑道伤人事件 这件事惊动了蒋介石 他亲自下令抓人 甚至就连远在香港的杜月生 也参与到这起案件之中 据说这件事啊 牵扯到了杜月生的表弟 万莫林 这人咱们之前也专门说过 可问题是万莫林 在当年那是响当当的人物 甚至是有着抗日英雄的头衔 怎么就跟普通的黑道商人案件 有关系了呢 这件事啊 得从抗日胜利之后说起 中国虽然打赢了战争 但是也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 再加上民国后期国民党 已经内部腐败 所以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 上海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 因为上海长期属于 各国势力盘踞的情况 所以抗战胜利之后 需要重新接管 蒋介石虽然派遣了军队 前往上海进行交接 但他低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贪婪 这些军队一进上海 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抢夺物资 跟当年小日本进村没什么区别 一时间上海民心大乱 而且大批军队进城 意味着资源的大量消耗 尤其是粮食 基本上啊 没法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眼见上海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被逼无奈的上海市长 向蒋介石求援 希望能得到一些援助 蒋介石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但是现如今没有任何办法了 所以只能给上海拨了一笔钱 并且派遣专人去协助处理上海的问题 因为是蒋介石的命令 因此这笔钱到账的速度很快 没过多久 一笔百万巨款就到了上海 但是这笔钱并没有到达上海市政府 而是暂时先交给随性的军官处理 不小的帮助 像是张孝林 傅小安 这种大汉奸的刺杀行动 都有万沫林从中参与 甚至就连汪经国叛国的揭露 也有万沫林的一份功劳 因此蒋介石很信任的 当然了 还有一部分的原因 那就是万沫林是杜月生的亲信 蒋介石早年那也是在黑道混过呀 跟杜月生他们的关系也不错 万沫林很高兴的收下了这笔钱 信誓旦旦的向蒋介石保证 一定会妥善的解决上海的粮食问题 蒋介石摆了摆手 他现在心烦的不得了 抗战胜利之后 有太多的烂摊子需要收拾了 万沫林看见蒋介石心烦 也就不再拍马屁了 一溜烟的返回上海 开始筹划着怎么用这笔钱 完成蒋介石的命令 毕竟现在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 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万沫林很快就回了上海 但就在他刚刚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忽然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穿军装的人 万沫林当时就停住了脚步 好像对方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人 还没等到万沫林后退 身后就涌出来一队士兵 不由分说的就把万沫林架着 走进了房子 万沫林不敢反抗 因为他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如果稍有不慎 他这个脑袋 怕是保不住 进了屋 那个身穿军装的人 坐在客厅的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看着战战兢兢的万沫林 然后开口说 万老板 别来无恙啊 怎么说 蒋委员长给了你百万巨款 这钱打算怎么花呀 万沫林心里坑腾一下子 他没想到对方竟然消息这么灵通 就连这件事这么快都知晓了 万沫林现在不敢轻举妄动 他知道这帮人是亡命之徒 虽然披着这身军服 但杀人放火这种事 干得多了去了 万沫林也是亲眼见识过的 因此他低声下气的 给军官倒茶 耐心询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军官看万沫林挺乖巧 也就把上司给他的意思告诉了万沫林了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用这笔百万巨款 哄抬物价 然后从中获利 军官还说了 只要万沫林肯合作 就可以让万沫林拿到一部分的利润 万沫林正在犹豫的时候 军官忽然打断他思绪 斜眼瞅着万沫林 然后对手底下说 看来万老板没有动力啊 去 给万老板弄点下决心的动力 话音刚落 这帮人就冲进了厢房 那里边住着的是万沫林的老婆孩子 万沫林哪经得住这样的恐吓呀 当时就答应了军官的要求 说是一定会好好和他们合作的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步错棋 差点要了他的命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万沫林跟这些人合作 故意收购大量的粮食 然后疯狂抬高物价 导致上海的老百姓根本活不下去 甚至发生了人们因为抢购生活物资 而导致的暴力事件 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十分生气 他再一次拨出一笔钱 用作解决上海的粮食问题 他托人转告万沫林 要是在期限内还没解决这件事 就要撤了他的职 可这时候的万沫林 哪还管得了这些呀 而且现在万沫林也想明白了 与其跟着招不保夕的蒋介石 不如趁这个机会大捞一笔 现在的国民党内部已经人心涣散 蒋介石的命令几乎是等于一纸空文 而且国民党也不得人心 做下的坏事也都可以推托给他们 这时候万沫林呢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了 万沫林假意顺从蒋介石 可实际上那些钱都被他用来消遣 更多的则是哄抬物价 然后和军方合作赚钱 他的这些行径啊 搞得上海民不聊生 当时民怨四起 到处都是对万沫林的攻击和谩骂 人们恨不得生吃他的肉 上海呢 已经开始饿死人了 可万沫林就像是没看见似的 在他的授意之下 物价是不降反增 这时候 有个叫小快乐的人冒了出来 他做的事啊 让万沫林恨得牙痒痒 一开始 民众的谩骂 都被万沫林压下来了 可这个小快乐不一样 他是个滑稽戏演员 他看不惯万沫林在上海的胡作非为 就站出来公开抨击万沫林 他开始变着法的想戏词 然后在戏园子里边公开唱 内容啊 无非是把万沫林的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无数遍啊 顺带着呢 在这戏词里边让万沫林也绝了后了 这出戏已经演出是迅速火爆 人们都拍手叫好啊 万沫林一开始觉得没什么 小快乐在他眼里 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 成不了气候 再者说了赚钱嘛 被骂一骂也不寒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万沫林发现这事情变了味了 因为舆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 现在已经变成了全民对他的谩骂和侮辱 这让万沫林不得不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他派人找到了小快乐 打算用一笔重金收买小快乐 然后让小快乐创作一个赞美他的剧本 这事也就算是解决了 可这小快乐呢 态度很坚决 他把来人呐臭骂一顿 还说了 只要万沫林一天不死 我这出戏我就一直唱 万沫林一看这个人这么油颜不尽 气得鼻子都歪了 对着手下就说了 我看这个小快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去给他们一点教训 让他知道知道 上海到底是谁说了算 万沫林也是混黑道的呀 他的手底下全是当年杜月生的人呐 现在杜月生去了香港 那现在他就是杜月生 他的话呀 没人敢不听 因此这帮黑道的喽喽 就去了小快乐的家里 当时已经是深经半夜了 这些人呢 身穿夜行衣 手里拿着尖刀离刃 趁着夜色 不费吹灰之力 就进了小快乐的卧室 这时候的小快乐 还抱着老婆做美梦呢 呼呼打呼的睡的乡着呢 丝毫没察觉有人进了他的家 为首的人呐 叫张四 他一把掀开小快乐身上的被子 然后小快乐跟他的老婆 就一丝不挂的暴露在张四面前了 小快乐当时可就惊醒过来了 看着面前这人 一个个的都人高马大 身上有的还有纹身呢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呀 而且这些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尖刀 他当下就明白了 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 小快乐这时候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拿出藏在被褥里的尖刀 一下子就扑倒了张四 然后手起刀落 直接就刺进了张四的胸口 这张四啊 一下就断了气了 小快乐拔出尖刀 恶狠狠的看着这些不速之客 他要跟这些人玩命了 要不是万沐林 他的亲朋好友 根本就不会死 他也不会亲眼看着他的妹妹 饿死在他的怀里 因此他是恨透了万沐林 他知道万沐林一定会来找他的麻烦 因此提前藏了一把刀 小快乐就跟一头恶狼似的冲上去了 可双拳难敌四手啊 小快乐很快就败下阵来 这些人为了给张四报仇 当着小快乐的面 虐杀了他的老婆 小快乐贪软的躺在地上 他只能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他救不了他的老婆 就像当年救不了他的妹妹一样 这些人发泄够了 就带着张四的尸体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 朋友来拜访小快乐的时候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小快乐 和家里的惨状 朋友赶紧带着小快乐去医院 然后他一指诉状 就把罪魁祸首万沐林 给告上法庭了 这一次能不能告倒万沐林呢 小快乐的朋友啊 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能和蒋介石说上话的大人物 只不过就是这些年一直没联系 小快乐几乎都要把这个朋友给忘了 但是这个朋友可没忘了小快乐 毕竟当年他的命都是小快乐救的 那会儿啊 还是在抗战的时候 他所在的部队打了败仗 在撤退的路上又遇到了日军的阻击 导致他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更不巧的是他的胳膊重担 行动十分不方便 最后他奄奄一息的躺在路边 是小快乐救了他 不仅如此 还主动帮他联系失散的队伍 最后成功回归了部队 之后的他屡见战功 现在是蒋介石身前的大红人 但是他也和曾经的救命恩人失去了联系 这几天呢 听说上海出了大问题 蒋介石派他前去探探情况 在路上的时候 他就听说了小快乐的事情 想着去拜访一下恩人 可是他刚到小快乐的家里 竟然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发誓一定要帮小快乐 报这个仇 当时他就发了一份电报 把这里的具体情况 报告给了蒋介石 在电报里他把万莫林的所作所为都说了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听完报告 一点也不惊讶 反而还挺开心 对着旁边一起下棋的朋友就说 还是你技高一筹啊 左等右等 终于等到了收网的时候 说完之后 蒋介石对着秘书说了些什么 就继续下他的棋了 秘书接了命令 神色匆匆的离开了 看来这是一个威力不小的命令 这时候的万莫林 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团团转了 他已经知道了蒋介石打算惩治他 毕竟当时是他接受的委托 现在事情办成这样 蒋介石断然不可能放过他 万莫林不可能坐以待毙 他连忙一个人去找当时要挟他做事的人 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那人看到万莫林慌慌张张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他一脚踹倒了万莫林 然后啊 告诉万莫林说 其实他是陈果夫的手下 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地位非常高 就算是蒋介石也得礼让三分 陈果夫早就对蒋介石不满意了 这次他来上海就是准备趁这个机会搬倒蒋介石的 万莫林一听 竟然是这么大的事 当时就愣在原地 说不出话了 因为这已经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了 换句话说 他现在啊 就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 可是他不想死 想要活着就只能听这个军官的话 可没过多久 一对特务闯得进来 他们呢 是军统的 手里拿着武器 直接冲进了军官的房间 吓得万莫林缩在军官身后 不敢露头 特务拿出一个逮捕令 上面写着逮捕万莫林和这个军官 军官看完哈哈大笑 他凶狠的对这些人说 这张逮捕令 就跟一张废纸一样 在上海根本没用 说着就下令让人杀了这些军统特务 但是他喊了三次 手底下人一个人都没动静 这时候他看见他的副官走了进来 副官冷漠的说 别喊了 你的那几个亲信 已经全都被我解决了 实相的 乖乖戴上手铐 跟我走 要不然 就地枪决 说着 副官就拔出来腰上的手枪了 然后把枪口就顶在军官后脑勺上了 军官当时很愤怒啊 可是他也不敢动 他不可置信的问 为什么你要背叛我 难道这些年的情谊 都让狗吃了吗 江委员长可是说了 只要我把你抓了 你现在的位置就是我的 情谊 那都是狗屁 江委员长早都知道你会叛变 他特意设下的这个局 为的就是让你在上海胡作非为 然后趁这个机会给陈国夫上一课 要不然 你以为你配来上海 做梦吧你 就这样 军官被军统带走了 万墨林也不例外 但是他被关在了上海的监狱 他的家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赶紧联系杜月生 哭着求他营救万墨林 杜月生知道以后 当时找到蒋介石 然后派人告诉万墨林 在监狱里边一定要老实 也一定要坦白 不然谁也救不了他 万墨林得到指使之后 就老老实实把自己干的事交代了 然后散尽家财 为上海的老百姓购买粮食 蒋介石看在杜月生的面子上 吩咐指给万墨林 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后来蒋介石当选总统 就搞了一个大赦天下 这个万墨林也就在特赦之列 只不过从这以后 万墨林再也没有作恶的本事了 而这桩血腥残酷的粮食贷款案件 也就终于画上了句号 你能够到这一种 这一双扣家购买的 预叫